7點17分 早安氣象時間 觀眾朋友今天是 星期一的上班上課日 但是看到外頭的天氣 太陽公公出來打卡 是不是跟我一樣心情很好呢 詳細的天氣資訊 要來請教怡倫 怡倫 早安 舒二 早安 好 怡倫 今天天氣非常好 有沒有什麼需要大家特別注意的 譬如說帶雨傘 或者是多補充水分 沒有錯 其實今天 依舊是會有午後雷震雨 最主要就是來看一下 其實目前的天氣形態 這一個封面 其實從上週 原本是掛在台灣上空 但是它現在是漸漸遠離了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大陸高壓 其實它視力已經減弱了 而接下來就是太平洋高壓 它接下來就要來犧牲 影響台灣了 而且它也會逐漸北台 因此這幾天的天氣 其實都受他們影響 再加上吹的是西南風 帶來比較暖熱的空氣 所以這兩天 大家看到太陽心情 應該都很不錯 不過可以看到 其實週二的時候 又有一道封面 要來接近台灣了 不過不用太擔心它 其實它只是稍稍接近台灣 接下來週三 它就遠離了 又是回到一個大氣環境 都是吹西南風的影響 但是吹西南風 就要提醒大家了 其實這幾天的天氣 都是受它影響 主要就是 這個午後雷震雨 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今天依舊全台各地 都會來到30度以上 尤其在北台灣 還有宜蘭 午後會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 而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中南部是受到了西南風 一些海陸符合作用的影響 所以早上是會下雨的 而到了週二 剛剛有說到了 封面要影響台灣了 大氣環境都會變得 比較不穩定 所以水氣又會來增加了 於是就會下下來 而到了週三 之後西南風 要來接管台灣了 水氣會稍微比較變少 但是依舊是會有 午後雷震雨的 而剛剛一直提到 這個西南風的影響呢 最主要就會有三個現象出現 全台各地高溫悶熱 尤其在花東縱谷 還有台北盆地 因為有這個過山沉降的作用 今天呢 依舊是會來到35 36度 尤其在這幾個地方 要提醒大家 真的要多補充水分 而且也要注意防晒了 另外呢 就是午後熱對流 其實在山區呢 都會漸漸的發展起來 而且今天雨勢 又會比昨天 再更擴大一些 所以要提醒大家 另外呢 就是這個會有局部物跟低雲 來影響能見度了 像是金門可以看到 真的差別蠻大的 所以如果要搭乘航班的話呢 提醒您要來注意一下 航班資訊了 而接下來看一下 戶外的紫外線預報 其實呢 今天甚至在台東 會來到危險等級 所以今天呢 其實如果有一些戶外活動的話呢 要注意 其實高溫都還蠻熱的 而今天呢 其實這個雨勢呢 剛剛有說到了 就是頂多今天在清晨的時候 中南部有一些零星陣雨 而接下來呢 就是午後雷陣雨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了 所以這幾天呢 都是受到了西南風的影響 主要呢 就是午後雷陣雨 所以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的山區還有大台北午後 午後雷陣雨都是蠻大的 而且是比昨天雨是較大一些 另外呢 就是在南部海花東呢 局部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出門呢 不僅要這個 戴一件博外套 甚至也要戴一下陽傘 不僅呢 如果有遇到下雨的時候 可以擋一下雨 還能夠來防紫外線 最後就是剛剛提到的 金門馬祖農務 請提醒您要注意航班了 以上是這一節的嗆咨詢 請提醒您